大家好我是赵普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款市场上非常火爆的A加级轿车 有多火呢 火到啊连媒体试驾车都没有 我们只能带大家来4S店看看展车 当然这款车之前我们已经深度的试驾过 而且呢我的同事大鹏也作为车主 跟大家分享过他买车的新路历程 但今天要看的这台车还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是不久前刚刚改款上市的新款 驱逐券05冠军版 驱逐券05冠军版推出了续航55公里和续航120公里 两种不同续航一共5个车款 价格区间101800到148800 价格下探了 同时还推出了很多项的升值加薪 什么叫加量度加价 在百官电视方面 这次升级新增加了墨石蓝的车身颜色 同时120公里车款 车内的座椅方向盘缝线 和空调装饰条的颜色 也都升级为右玉蓝配色 方向盘控制面板和换挡区域的面板 都升级成为哑光材质 无论是在视觉效果上 还是触感方面都带来了不少的提升 让它显得更加精致 更有品质感 驱逐券05冠军版 还延续了海洋美学的设计理念 车身的前格杉 前大灯 车轮 后尾灯 等很多处都采用了点阵设计 符合年轻人买车时候想要的时尚大气 科技感的审美 也符合驱逐舰05冠军版 主打家庭用户的定位 对很多人来说 一台车同时推出那么多的车款 到底哪一款才最适合自己呢 其实好像还挺头疼的是吧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逐一来捋一捋 如果说你日常通勤的距离比较短 预算没有那么充足 同时对车里面的舒适豪华配置要求 也没有那么高的话 那其实55公里车款 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 我们先来看看豪华版都有什么配置 常用的像胎压监测 定速巡航 倒车影像 这些当然一应俱全 同时也肯定少不了D-Link 智能网联系统 12.8英寸的自适应旋转大屏 还有全场景数字钥匙 左侧外后视镜上的NFC数字钥匙 在这次升级之后 也已经可以支持苹果的iPhone手机和Apple Watch了 而且它最多可以同时支持16把NFC数字钥匙 全家共享的一台车 一点毛病都没有 要知道像这样的配置 在同级别很多其他的车型上 要到中高配的车款才有 但是在今天的驱逐舰05冠军版上 全系标配 入门车款 配置就已经比较丰富了 相信对很多的家庭用户来说 这样的配置已经够用了 55公里尊贵版 在豪华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主驾 座椅6项电动调节 四门车窗一键升降带房价功能 四门车窗遥控升窗 智能遥控驾驶 或者双唇房价天窗 外后视镜电动折叠等配置 对于想提升车辆使用舒适度的车主 选尊贵版就好了 而且驱逐舰05冠军版的百公里亏电油耗最低能到3.8升 和传统的燃油车相比 它不仅拥有着更加出色的燃油经济性 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媲美纯电动车的行驶品质和提速性 接下来再聊聊续航120公里版本的三个车款 和续航55公里的车款相比 它们增加了更多智能化和舒适性的配置 以及更多的安全驾驶辅助功能 整台车的行驶品质感和安全性都得到进一步提升 而且因为电池的容量更大 续航变得更长 它也基本上完全可以实现在市区里纯电行驶 在跑长途的时候 油电混动增加续航历程 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 最长已经可以超过1200公里 首先是120公里尊贵型 它在55公里尊贵型的配置基础上 还增加了直流快充的充电接口 以及V2L移动电站功能 对那些喜欢户外旅行和露营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功能真的是必不可少 120公里尊容型 又增加了360度全景影像 8扬声器 主副驾电动调节 双温区空调 手机无线充电这些实用的功能 尤其是360度全景影像 在狭窄的停车场和街道里面停车的时候 真的能给很多人带来非常有用的帮助 120公里旗舰型 那就是把配置直接拉满 增加了220伏交流电源输出 都已经全面超越了同级别的传统燃油车 我们之前也试驾过 车子标杆的实力 面对这样一台 定价不高 各方面表现还相当均衡的 插电混动车型 要不要考虑一下